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十年婚姻看似美满 背后隐藏着暴力和加害 没有人可以全身而退 见到她的情绪还是挺差的 因为就发生了那么大的事情 实际上她还是很关心孩子的情况 对孩子的影像 《追悔莫及》 今日说法即将为您播出 2020年5月26日晚 广西柳州110接到报警电话 报警人自称姓杨 说她刚刚做下了案子 案情让人都难以置信 监检之后我们都立即出警到现场 到现场之后 现场有一门女子 还有一门男子是倒在地上 当时是根据电话中 杨某的叙述 警方问出了大概的地址 在出警前就通知了120 各位好 欢迎收看今日说法 接到这样的重案报警 警察和医生都迅速赶到了现场 警情虽然难以置信 但出警时一切都立即到位了 初步了解 案发现场倒地的男人是曾某54岁 已经失去了生命体征 报警人杨某41岁 也已经昏迷 生命垂危 被立即抬上了救护车 凌晨 杨某进了柳州市 柳铁中心医院 医生诊断 杨某的情况非常危险 医院里除了办案的警察 守在抢救室门口的 还有杨某的姐姐 杨某的姐姐说 医院对杨某的抢救 已经算是非常及时的了 据杨某的姐姐回忆 医生说过的确已经尽了全力 医院的救治在持续 而杨某的昏迷 一时也并无起色 重症监护室的每一天 对她的家人来说 都是巨大的负担 杨某昏迷之时 办案警察的调查并没有停止 现场物证鉴定 杨某的前夫 也就是案发中死亡的曾某 致死的原因 是胸腹部锐气刺激 这一情况与杨某昏迷之前 自首所说的一致 当时杨某就职多天 依旧没醒 杨某的家人 眼看就无法承担 高额的医疗费用 但姐姐还是咬牙 没有放弃治疗 2020年6月8日 杨某在昏迷了12天后 居然恢复了意识 她第一时间再次承认 人是她杀的 她说自己现在很后悔 杨某回忆 案发那天晚上 是前夫曾某约自己见面的 去了之后发生了口诀 争吵的原因并不复杂 杨某说 前夫曾某本来承诺 给她和儿子一笔钱的 但见面说到这事 曾某就反悔了 因为她的变卦 杨某不得已只能回家 杨某说自己那个时候 跟前夫曾某已离婚一年 前夫出尔反尔 打人不是一次 杨某说 自己那晚心情不好 喝过酒 竟对曾某也动了手 炒心脏啊 而且要痛了很多刀 这个如果 又不是想把这个人痛死的话 没有必要痛那么多 而事件报告显示 曾某的心脏 幼肺 肝脏 等多处都有道上 警方对杨某失守的说法 并不认可 按照他主管来说的话 如果你没有多大的场合 不想自他于死地的话 你肯定不会朝重要的地方痛 2020年8月 柳州市公安局柳南分局 以杨某涉嫌故意杀人罪 向检察机关移交了案件 并很快为杨某找到了法律援助律师 经过初步审查 认定他是一个故意杀人的犯罪 有可能判处无期徒刑以上 而且被告人也没有委托辩护人 根据刑事诉讼法第35条 以及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 第42条的规定 我们书面通知了法律援助机构 指派律师 掌控柳州市法律援助中心 和这个看守所 一直都建立了指派律师制度 对这个可能判处 无期徒刑事件以上的犯罪协议 我们及时给予法律援助 而事实上 办案单位之所以如此快速地 为杨某找到法律援助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那就是杨某和他的前夫曾某 有一个不到十岁的儿子 现在父亲死了 母亲被抓 孩子该怎么办呢 了解到这个犯罪嫌疑人的儿子 还只有不到十岁 所以我们相继指定的这个 援助律师 杨某的儿子小宇 面前最迫切的是 怎么样面对今后的生活 家庭遭受巨大变故的那一晚 小宇害怕父母打仗 躲进了被子 等他听到没了声音 再往外看的时候 妈妈已经喝了农药 他的爸爸倒在地上 然后妈妈就是因为已经服毒了 自杀了 所以他一直倒在床上 所以场面是比较悲惨的 就是面对这样的案情 值班律师一边要着手 帮助杨某安顿好儿子 一边又要跟犯罪嫌疑人杨某接触 知道在他的身上 到底发生了什么 在这个阶段 可能对于犯罪嫌疑人来说 他也很想知道 我做了这样的行为之后 我将受到什么样的法律制裁 听到他的情绪还是挺差的 因为就发生了那么大的事情 实际上他还是很关心孩子的情况 对孩子的影响 事实上杨某犯案乃至昏迷的时候 他的亲人就已经备受煎熬 家里举债 给他缴纳了住院的费用 杨某的姐姐也主动承担起了 照顾小雨的责任 你看我头发都掉光了 这位在感觉是 晚上都睡不着觉 因为就是做小头发的样子 杨某的姐姐回忆 案发那晚 她是跑到了现场 把小雨接回到她自己家中的 我去那里的时候 我没太注意她 我心里面真的很恐怖很恐怖的 我就觉得有点冷 我就老问她 我说你冷吗 她说不冷 但是她那个样子好像没感觉一样 杨某姐姐告诉记者 自从家里发生了这么大的事 小雨就好像变了一个人 什么话都不肯说 为了陪着小外甥 她退掉了很多工作 我经常问她 我说你跟姨妈在一起 你心里面有什么想法 是想妈妈 还是说在没地方去 在姨妈那里留着 你觉得难受 她说没有 我说男生没事 她说没有 所以有时候 我就哈哈她 有什么东西 我讲出来 被她心里面跟你糟糕 小雨的情况 当然引起了 法律援助人员的注意 他们帮助杨某的姐姐 为小雨办理了转学手续 并且安排人手 给小雨进行了心理疏导 这个事情对孩子的心理影响 还是挺大的 所以我们当时联系那边的话 就看能不能有社工介入 来给孩子做一个心理辅导 或者也是一个心理疏导吧 你现在的话 会经常想妈妈吗 会啊 会想我妈什么时候回来 然后她回来长什么样 还有回来受了几斤 多方努力之下 小雨的生活开始慢慢回到正轨 而在看守所内 负责杨某案件的值班律师 也得知了她更多的故事 按照杨某的说法 自己一开始的婚姻 也是美满幸福的 她曾以为自己也可以跟丈夫 白头到老的 杨某回忆自己与前夫曾某 相识于2009年 那个时候她29岁在柳州打工 曾某42岁在一家国企工作 应该使得对人那种啊 就失败的那种感觉 虽然两个人的年纪相差13岁 但杨某觉得曾某对她好 家庭条件也很好 是个能托付终身的人 所以不顾家人的反对 她就跟曾某结了婚 因为她年龄大了 说我们那结了婚 以后我们就会好了 有孩子 那我们就会改了 我说我就信了她 因为我们有了孩子 她计划我们每个月存多少钱 让生活过得好一点 婚后有了孩子 杨某就在家带孩子 但安稳的日子没过多久 杨某就发现 曾某开始跟人去赌博了 人家就会这样赌啊 就忍不住了就会赌 就喝酒就会乱赌 赌了就酥酥了 就为了发脾气那种 我要钱 如果不给了就大吵大闹那种 关于曾某喝酒和赌博的事 杨某的姐姐说她是知道的 当时妹妹跟妹夫 有一次闹得很凶 那时候小孩 她在月子里面留 她说久回来 问我妹拿钱 我妹不给她 她把小孩举起来 她讲我不给 我把她钱给我 我们就把小孩丢下来 然后我们就乖乖地 给钱给她 半夜抱小孩 就抱回家来 杨某的姐姐说 妹妹是个爱面子的人 很少提及婚姻生活当中的不如意 关于曾某的喝酒和赌博 妹妹此前也就是抱怨过而已 其实我妹妹 以前没嫁人的时候 她很善良很善良的那种 但是她 自从她嫁了这个男人以后 她也变了好多 变得什么都是不爱讲 不想被别人知道 她嫁了是什么男人 而事实上 有了孩子 曾某赌博 夫妻二人争吵的次数越来越多 矛盾也在不断地激化 儿子两岁 杨某说曾某开始打她 从那个时候 杨某说 只要曾某不开心 就会拿她当出气筒 但是为了孩子 为了家庭 她没有反抗过 有时她打我 所以我也是这样 她在房间场 我就会拉到大厅 她大厅打我 又打完了 有时候她就会舒服一点 杨某说 自己一次次忍让 并没有换来曾某的改变 过了没多久 她发现 丈夫除了喝酒和赌博以外 竟然还有其他的事情 她出来喝酒就是赌瓢 她在我婚那期间 她找了五个女人 面对丈夫的种种 杨某说 她选择的人事 独自承受 慢慢消化 她不想让自己失去丈夫 不想让儿子没有父亲 但是在小宇三岁的时候 曾某又开始怀疑 儿子小宇不是自己亲生的 杨某白口莫辩 她说 我怎么不像她 然后我就说 我说你是神经病 长了像妈妈 难道这不是吗 对吧 就这样 争吵和泪水中 过了将近十年 杨某跟丈夫 2019年协议离婚 儿子小宇跟妈妈一起生活 你觉得你爸爸对你好吗 我爸 对我不是很好 为什么 他往时天天喝酒 基本不管我 就是平时也见不着 不是平时见不着 是往时他都不怎么带我的 后来母子二人就租住在学校附近的一处十几平米的房子里了 一个月的租金就要四百元 为了维持生活 杨某开始跟曾某要孩子的抚养费了 我说你每个月给我一千块钱抚养费 有时他说当时他写 他说好 就给了几次 都没有给到完 有一次给了一千 有两次给了一千 后来有两次给了七百 后来就每个 有一次拿九百给到我儿子手上 后来没有给过了 爸爸和妈妈经常吵架吗 经常吵架 他们为什么吵架你记得呢 好像是我有什么抚养费 什么的 因为我爸只给过我几次抚养费 爸爸有没有跟你提过这事 他为什么不给你 没有 婚离了 日子过得越来越艰难 曾某每次都拖欠孩子抚养费的同时 杨某却发现 曾某经常给自己的新任女友赚费款 警方的调查也证实了这个情况 我了解到了 他自己也没有去哪里打工 反正可能也就是每个月 就是问了 问了那个时代要人情过生活 可能给了少了 他就不满意 说你要给其他女人 那么多 要给你这个儿子 你都不给那么多 那你给多一点给我们要怎么样 为了孩子的抚养费 杨某甚至曾经跟曾某的一个女友 还闹过一场 杨某的邻居恰好也在场 看到过当时的情况 这不是家庭矛盾的 是因为抚养费的 看见他打架 跟那个南方的 后来好像是他的女友 他在来这里打架 打得比较凶 案发那天 杨某说 自己还是去找曾某要抚养费的 曾某却一再说 儿子不是自己的 所以不给抚养费 这次没有要到钱 又被打了的杨某 失去了理智 杨某做这个行为的话 如果是单纯从案件的角度上面来讲 我们认为构成犯罪 肯定是没有问题的 2020年10月 杨某以故意杀人罪 被检查机关提起了公诉 为了维护杨某的权利 法律援助律师也开始收集 杨某遭受家庭暴力的证据 那么我们通过案件来看 他也只有唯一的一次报警记录 办案律师发现 2020年1月 在一次被打之后 杨某曾经报过警 如果我在外面 我总说这个男的不好 那人家又会以什么样 路过来看我 我也想给他立好形象 觉得家暴动有时候 跟朋友说 我也怕人家会怎么 我怕人家嘲笑我 好像无敌自由 很没名字 我就觉得 基于这样的心态 杨某说自己那次报警后 接受了条件 没有让警方立案 而想要证明自己 在这场婚姻中 是个受害者 他的确没有直接的证据 按照杨某的说法 爱面子是他隐忍家暴的 唯一理由 他就想让儿子 活得轻松些 想让大家觉得 他过得还不错 但最终 一切都落了空 警方也在调查中得知 曾某的朋友曾说 曾某确实和杨某在孩子 抚养费的问题上 存在争议 原因就是曾某一直认为 儿子不是他亲生的 在案发之后 经过法律援助律师的要求 警方对曾某和小雨 做了亲子鉴定 后面我们的鉴定 就是他们两个的小孩 就是亲生的 两个得到生血 那个父母 警方的调查结果 印证了杨某所言废墟 但是在凶案中 杨某对曾某的加害 也是板上钉钉的事 从他统治的部位 统治的次数和程度 我们足以认定 他具有剥夺他人生命的 主观故意 故意杀人 是有可能判处死刑的 但是也是希望 能在法定的这个范围内 能够帮他减轻 重轻 取得一个对他来讲 比较好的这个效果 可能对他 对孩子来说 都是更好的 2020年11月 广西壮族自治区 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对杨某一案 开庭进行了审理 被告人的行为 构成故意杀人罪 就是他持尖刀 就是说 被害人 二十多刀 刺除要害部位 所以他的行为 就是说 故意剥夺被害人生命的 故意是很明显的 也是采取了这样的行为 法官认为 杨某故意杀人的 意图明显 被害人自身 也有过错 作案之后 杨某却有 自首情节 综合考虑 法庭 作出了判决 但是呢 也存在一个 被害人 有过错 然后被告人呢 有自首情节 而且本案呢 也是因为感情纠葛 有这些因素 所以我们是 以故意杀人罪 判除被告人 是无期徒刑 获夺真正权利终身 在与杨某的 几次会见中 律师发现 他自始至终 放不下的 还是自己的儿子小宇 2021年1月10日 杨某即将被转送监狱 法律援助律师 专门看望他 给他看了这段 小宇的视频 妈妈我想你了 我的成绩在 八十和七十之间 在这边和同学相处 很好 姨妈对我很好 妈妈你在里面 好好改造 我们等你回来 不愧对我的儿子 好看吗 是 我跟十年假的 儿子我对不起你 家里受苦了 从今以后 我真的希望 天下的女人 都要一个好的家庭 天下的孩子 都要母亲的陪伴 希望我儿子 是一个懂法 守法 护法的好孩子 毕竟父亲不在了 母亲又是这种情况 就是有可能 很长一段时间 不能陪伴在他身边 所以他就 也是希望孩子 能够由他代义 就是他姐帮忙带 小宇转学后 一件件适应了 新的学校 新的班级 成绩开始稳步上升 人也逐渐敞开了 心扉 小宇跟着大姨 开始了自己的新生活 我想当律师 为什么 因为我想像 落律师那样 我经常说的 我说有什么东西 你爸不懂的 我说你要原谅吗 你爸 他想没事 我找范围 现在他老会说 我是你们家的男子汉 我说对 我说我们家 唯一的男人就是你 今天我们节目请到的嘉宾 是司法部 法律援助中心副主任 金勇 欢迎您金主任 金主任 这起案件当中 两名律师接下的这起案件 这两名律师呢 被称之为值班律师 值班律师是怎么回事 您帮我们介绍一下 按照有关规定 值班律师是指 法律援助机构 在看守所 人民检察院 人民法院 设立法律援助工作站 以派驻和安排的方式 为没有辩护人的 犯罪嫌疑人 被告人 提供法律帮助的律师 这就是他的概念 值班律师跟普通律师 有什么区别呢 那么这两者的区别 还是很大的 值班律师只能在 设立了法律工作站 这个地方 这个区域内 提供法律帮助 他呢 作为法律援助的一种形式 是不能收费的 不能向当事人 收取任何的费用和财务 另外呢 值班律师 提供的服务呢 只能限于法律咨询 向被告人 犯罪嫌疑人 提出适用程序的建议 等等一些事项 但是呢 他不能够 像普通律师一样 出庭辩护 那么对于什么样的案件 会安排值班律师 帮助这些 犯罪嫌疑人也好 被告人也好 按照有关规定 值班律师的服务范围的 对象 只能限定为 没有辩护人的 正在被羁押的 所有的犯罪嫌疑人 或者是被告人 也就是保障 每一个犯罪嫌疑人 和被告人的 辩护的权利 您说的非常对 值班律师制度的确立 能够更好地确保 犯罪嫌疑人 被告人 在刑事诉讼的各个阶段 都能够及时获得法律帮助 从而有效地保证 犯罪嫌疑人 被告人 所有的合法诉讼权利 金主任 那么值班律师这个制度 现在发展的状况 是怎么样的 2020年 值班律师提供的 法律咨询 就近57万人次 值班律师办理的 法律原状案件 是74万余件 值班律师参与 办理认罪认罚 从宽案件 68万余件 目前这项工作 已在全国普遍开展 所有的刑事案件中 如果犯罪嫌疑人 被告人 没有辩护人 都能够及时申请 值班律师 提供法律帮助 对于这起案件的采访 最让记者印象深刻的是 孩子的那句话 他长大了 想做个律师 也可以去帮助别人 这说明法律的种子 已经在他的生活当中 生根发芽了 这将是这个孩子 今后健康成长 最有力的保障 再说回他的母亲 当他拿起凶器的时候 如果也有一些法律意识 何至于发生今天 这么悲伤的事件呢 好 感谢收看今日说法 也感谢金勇主任 参与我们的讨论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央视综合频道 接下来为您付出的 其他内容 再见